歡迎打開洛閉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探變 探變改編是Richard K. Morgan的 黑色網路判客經典小說 是一部在Netflix上面的獨家原創影集 Joe Kenneman這位演過自殺突擊隊的小隊長 還有重開機的機器戰警的瑞典男星主演 非常非常幸運的Netflix 邀請我在探變上線之前 搶先一部可以看完這部影集 故事再講一個多年後的未來世界 人類的意識可以數位化 因此你可以在軀體死亡之後 再將意識置入到年輕的 甚至是不同性別 或者是更漂亮更強壯的一個軀體裡面 打個比方就像是我們現在在換手機一樣 你可以想像那張SIM卡裡面 就儲存了我們一個人所有的意識 而手機就是我們的軀殼 因此你只要有錢 你隨時想要換一個更新更好 被他們稱為異體的軀殼的話 想換就換 於是在那樣的世界裡面 人是不會死亡的 你只需要換一個新的異體就好了 要殺掉一個人要讓他真正的死亡 必須要連他的SIM卡 他的備份一起破壞掉才行 一共有10集 第一季是一個完整的故事 主角Takashi是一個250年前的叛亂分子 在他死去250年之後 他被置入到新的議題當中 受雇於當下最有權力的一個男人 要他調查一樁命案 去換取他的自由 而這件命案的死者就是這個雇主本人 這個不知道活了多少歲的男人 Rolence Bankard Takashi必須調查出是誰 謀殺了這個不可能死亡的男人 大致的前行提要就是這樣 一個很撲朔迷離的開局 一位不屬於這個世界的偵探 要來調查一樁不可能的命案 但是更耐人尋味的就是 主角在這10集的過程當中 不只是在調查這一樁命案而已 還有非常多懸疑的事情 同時發生在他的身上 劇本非常的精彩 不停地在翻轉我們所認知的劇情走向 算是挺複雜的劇情 同時又相當的吸引人和大膽 還沒解決這個謎題 又出現了另外一個答案 我們會一點一點的發現 主角Takashi 在這個世界裡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然後最後又都會回到 這一開始的案子上面 所有的一切都有關聯 我還滿享受這個故事 所安排的劇情起伏的 我個人是沒有太努力 要去猜測他接下來的劇情發展 我想大部分人在看的時候 應該還是會覺得這個劇本 是蠻厲害的 有一些地方的劇情安排是蠻神的 但不是到整部電視劇都是這樣 前面幾集會出現一些 一直看不懂在講什麼的畫面 要到後面我們才能夠全部連在一起 作為一部小說改編的電視影集 探辨它不只是想要娛樂我們而已 它還碰觸非常多人性的部分 以及滿滿的社會議題 比方說藉由更換議題的科技 人可以實現長生不老的願望 但有錢人可以更換的議題 和窮人可以更換的議題 可以說是天差地緣 階級問題會越來越嚴重 而越來越講話 因為有錢的人永遠不會死亡 權力永遠不需要交接出去 又或者當人可以活在這個世界上 超過一輩子的時候 人性會獲得什麼樣的改變呢? 在探辨中你會看見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而人性也可能會被科技所改變 更換議題 可以自由地更換一個人的區體這件事情 除了長生不老之外 在探辨中我們還會看見 它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這部電視劇的畫面完全是電影的高水準 飛天車啊 人造異事 虛擬實境等等的畫面都拍得很精緻 我們看到的美術場景和特效 都不只是一般的電視劇 也有很多大方的性愛場景 一點、二、三點都有漏 而且每一集都有一些滿血腥的動作場面 但是這些色情還有血腥 不會讓人感覺到它在刻意賣弄 而是它未來的世界觀 就是這麼的殘暴又入骨 似乎是在那一個未來世界裡面 人性所殘存的一個樣貌 所以我蠻喜歡有一集女主角 他們一家團圓在過節的那個內容 展現出未來的人類想要努力維持的家庭價值 還有信仰 而且那一集還帶著一點點可可夜總會的感覺 主角 Joe Kinnaman 的演出挺不錯的 一個高大又頹廢的日耳曼戰神 除了主角之外 女主角是墨西哥人 還可以看到黑人、黃種人 各式各樣的人種 每一個配角都還算稱職 特別喜歡那個AI的旅店老闆 他不是人類 但是對人類充滿興趣 對人性著迷 還有飾演Takashi和他妹妹的 原生異體的兩位演員也都很有發揮 探編有點像是影翼殺手混進了黑鏡的血液 比起《影翼殺手》有著更多的陰謀 還有更多的劇情面向 前面幾集會讓你越來越有興趣對於這個世界 然後後面幾集則會讓你對這個故事的走向感到非常的訝異 最後一集的高潮讓我覺得 欸怎麼只有這個樣子 但還好後面的劇情走向還是讓人滿意的 在這個科幻冰人的故事當中 充滿了滿滿的感情 我科技無論如何發展到 我們怎麼樣都想像不到的地步的時候 人性中的愛恨情仇、犧牲還有背叛以及信仰 都是不會被取代的 探編這部引起羅比的評價是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並且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